这些信徒受过审判 他们才可以被提到天上去 教会一起到天上去 地上就有七年的大灾难 所以很明显看到是在大灾难以前教会被提 在大灾难以前有信徒公主的审判 在大灾难以前有过去信徒的复活 那么教会在天上 地上就是七年的大灾难 这个大灾难在他们的解释之下 是按照代理书的第九章的第二细节那边所呈现 我们来看一下代理书第九章 二细节告诉我们说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一期之半他必使既礼以贡献致喜 那行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 并由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绝景 他们是根据 大家也说第九章的二细节所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七年的大灾难 这个期间里面敌基督 他要掌他的恶的王犬 整个地上在敌基督的掌控之下 如同启示录第六章到第九章那边所描绘的 就是大灾难的那个情境 在这个大灾难期间 当时地上还有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会转向基督 如同启示录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八节那边所说的 十四万四千人要归向神 在这个大灾难的结尾就有阿米奇多度的大战争 所以这就是七年大灾难的一些有关的事情 这个七年大灾难结束以后 还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 既然大灾难结束以后 基督要与教会与圣徒回来 他这次回来的时候 他要落地 落地要进入千禧年 所以这个是七年以后 他的第二章回来的那个V的部分 再进入千禧年 进入千禧年以前还有一系列的审判 刚才看到有信徒工作的审判 在这个大灾难的结尾 有所谓的旧约圣徒的审判 因为旧约的圣徒他们要复活 进入这个千禧年 耶稣一起作王 因此还没进入千禧年以前 还是需要经过审判 这个是他们的逻辑 所以在这个大灾难的结尾的时候 就有旧约圣徒的审判 这个旧约圣徒审判 他们是根据《丹理书》的第十二章 《丹理书》的第十二章 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 米迦勒必站起来 并且有大艰难 从由国以来知道此时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宗 凡民禄在侧上的必得拯救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 有受羞辱 永远被憎恶的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时多人归异的必发光如新 直到永永远远 他们会说《丹理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是讲到 这个大灾难的期间 第二节提到公义的跟恶的都要复活 所以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 有受羞辱的 永远被争恶的 所以他们说第二节这里看到 有复活的事实 第三节看到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归异的必发光如新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公义人要得到奖赏 所以这个是在大灾难节目里面 旧约圣徒的审判 他们的审判的根据 是根据上他们有没有信靠神 他们审判如果通过的话 要得到奖赏 所以旧约圣徒受过审判以后 才可以进入千禧年 好 不但有旧约圣徒的审判同时 还有另外一个审判 就是众圣徒的复活 也在这个时候发生 这个是他们的复杂的部分 不但有旧约圣徒的复活审判 进入千禧年 还有什么在大战里面使的基督徒 他们要复活进入千禧年 所以在大战案的基督徒里面 看到说没有人会信 他们如果要进入千禧年的话 他们要受审判 所以这里看到有众圣徒的复活 他们经过审判以后 也进入了千禧年 在大战案的信徒人 他们的审判是根据在 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要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 和那没有拜过受以受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以基督一同做亡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去的使人还没有复活 直到那一千年完了 第六节说 在头一次复活 有份的有福的圣洁的第二次使 在他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必要以基督一同做亡一千年 所以看到第三个审判 就是所谓的大战案期间 信耶稣的人 在大战案结束的时候 在耶稣第二次回来的第二个部分 他们要受审判 当然他们的奖赏是他们 可以进入前几年以基督一起做亡 这个经文是根据在起述 第20章的第4节到第6节 虽然在大战期间没有教会 因为教会已经被提 但是有可能有人会信耶稣 透过读圣经 透过读属灵的书籍 信耶稣 我们前面提到在大战期间 有十四万四千人会信耶稣 因此这些大战期间信徒的人 他们在大战结尾的时候 要受审判 然后才进入前几年 所以这是第三个审判 不但有这第三个审判 他们还有第四个审判 就是在大战期间活的犹太人 前面是活的信徒 或者是死的信徒 都要复活 进入前几年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活的犹太人 他们在大战结尾的时候 要受审判才可以进入前几年 所以这第四个审判 是关乎对犹太生还者的审判 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大战期间没有死 他们进入前几年之后 需要经过审判 这个所谓的犹太生还者的审判 的经文是根据什么 是根据在以西节书的第20章 20章这边的三岸四节 到这边的三十八节 以西节书20章三岸四节 我必用大人的手和伸出来的宝贝 并请出来的愤怒 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 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 在那里当面省罚你们 我怎样在埃及的旷野 省罚你们的列主 也必照样省罚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们从藏下经过 使你们被约拘束 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 叛逆和得罪我的人 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 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所以炸弹期间的那些犹太生还者 他们还没有进入千禧年以前 必须要经过审判 这个经过审判是根据在 以西节书的20章20章这边的 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 这个就是第四个审判 在千禧年以前 不但有第四个审判 他们还有第五个审判 然后第五个审判是所谓的 在大战期间活的外邦人 刚才看到说第三个审判是 那个圣徒在大战期间里面 信耶稣的人 这个基督徒大战期间里面 他们死了 他们要复活 就要千禧年 就看到说有第五个审判 第五个审判是光复外邦人 外邦人在大战期间 他们因为大战的缘故而死了 他们还活着 因此他们也需要受审判 他们的审判是根据在什么经文呢 是根据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的三十一节到这边的四十六节 谈到所谓的在大战期间的 那些外邦的生还者 他们要进入前几年以前 还是需要经过一个审判 二十五章的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边所说的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子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外面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三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三羊在左边 一时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赴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果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测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这个时候我们跳到后面一点 到后面的第四十四节 中间就不读了 他们也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做客旅呢 或测身露体呢 或病了 或在监里 不适合你的王也回答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因此看到这个经文 是用来说明 这些在大难期间的 那些外邦的生还者 他们还没进入清醒以前 他们必须要经过 审判的这个过程 因此这一看到第五个审判 按照他们的一个解释 就是是发生在约沙法谷里面 如同约尔书第三章的第二节 那边所说的 我们看到这个系统是非常的复杂 提到好几个审判 我们这个时候来复习一下 这边所提出的五个不同的审判 第一个审判是信徒工作的审判 在教会被提以前 耶稣基督徒为了教会回来的时候 有信徒工作的审判 不但有信徒工作审判 还有第二个审判 就是旧约的圣徒的审判 他们在大战难结尾的时候 在基督徒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他们要复活 复活要受审判 受审判以后进入千禧年 这是第二个审判 第三个审判就是大战期间 信耶稣的人这些大战期间 透过读圣经 透过属灵书籍相信的这些信徒们 他们进入千禧年以前 需要经过审判 这是第三个审判 第四个审判就是在大战期间里面 活的犹太人 他们还是要经过审判 才可以进入千禧年 同样的第五个审判就是 在大战期间的生还者 他们也是要经过审判 才可以进入千禧年 这个就是提到他们的五个不同的审判 好 那个这个是谈到就是 大战难的七年 教会被提中间的五个审判 接着我们就来谈千禧年 刚才提到千禧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谈千禧年这个事实 千禧年很明显 是致命的一千年 这千禧年长度是致命的一千个三百六十五天 所以他们用致命的方式来了解 这个数字一千年 千禧年的时候整个政权 是个弥赛亚的政权 是一个弥赛亚国的政权 这个政权基本上是 类同一个神权政治的一个政权 就耶稣是要在那个时候长王权 他的王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公义的王权 这个部分特别在几十六的第十九章的第十五节 可以让我们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 几十六的第十九章 十五节这边说 第十五节提到说 有利剑从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挟管他们 必要揣全人神列路的九诈 还有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四节 讲到弥赛亚的政权 第四节提到说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 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还有六十五章的第二十节 在描绘当时候的弥赛亚的政权 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五章的二十节 其中并没有树木回往的婴孩 也没有受数不满的老者 因为百岁时的乃算孩童 又百岁时的罪人算被咒诅 这个经文是用来描绘在千禧年的事实 那么我看到纪约书拥有公义的王权 不但谈到这个政权的特质 同时谈到政权是在哪里 是在耶路撒冷 纪约书要在耶路撒冷掌王权 所以耶路撒冷可以讲说他王权的首都 如同撒亚利亚书的第四十章的十节 那边所说的耶路撒冷必来居高位 甚至于在撒亚书的第二十四章的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 那时月亮要蒙羞 日头要忏悔 因为耶路撒冷必在西安山 因此据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掌王权 那么耶稣掌王权的义很明显就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如同大卫的后裔要在前行的国度里面掌王权 我们可以来看先知耶路撒那边所记载的 耶路撒第三十章 三十章的第九节那里说 你们却要侍奉耶路撒你们的神 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王大卫 不但这样子一夕节书三十四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那也说 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 众民必归一个牧人 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 谨守遵行我的履历 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 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 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 直到永远 这讲得清楚就是描绘 大卫的会议要在那个时候作王 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当时候他作王 在千禧年的时候 也有人会死 也有人会生下来 所以千禧年那个情况非常的特别 教会已经升天了 在七年在天上 然后七年以后下来 下来以后就到千禧年 所以他们身体已经得荣耀了 那么还要下来在地上 所以那些在地上里面看到 一千年还有人会生孩子 有人有自然的身体 有人有复活的身体都混在一起 九月的圣徒们 他们死的复活再进入千禧年 大卫大里面死的信徒复活要进入千禧年 所以使得荣耀的身体跟活的人都要混在一起 所以在千禧年里面看到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象 我们需要跟大家提到就是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 对耶稣来讲是意义非常的深刻 如同诗篇的第二篇 第七节到第八节那边所描绘的 说高者说 我要传圣子耶和华 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我求你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集赐你为田产 看到说 这位君王耶稣基督 他要以公义来长王权 不但这样子 如同启述这边所说的 启述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远 这经文是讲到 基业耶稣要做王直到永远 这位基业耶稣是那个配的 解开其应的那位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是基业耶稣 这天上做王的那一个意义 千禧年结束以后 就有各个马各的战争 这个战争是根据在 以西节书的三十八章 到三十九章的那一个篇幅 好 这个是千禧年的一个景象 千禧年结束以后 一千年结束以后 这里有另外一个审判 就是撒旦和堕落天使的审判 这是第六个审判 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 这些天使 这些撒旦要受审判 受审判以后 丢到火符的里面 如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四十一节 那边所说到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活里去 不但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的记载 在犹大书那边也记载 堕落天使的审判 犹大书的第六节到第七节 这里提到说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 又如索多玛 厄摩拉和周围成语的人 也照他们一昧的形影 随从逆性的情欲 就受永活的形怀 作为见戒 看到说 堕落天使也要受审判 不但有这个第六审判 撒旦跟堕落天使 在前几年结尾的时候 有这个审判 同时这些过去使得不幸的人 他们也要复活 复活在大白色宝座面前受审判 这个部分很明显在起诉的第二十章 第十一节到数捷那边所记载的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已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多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全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 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符里 这火符就是第二次的死 乃有人名字 没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符里 这里是讲到第七个审判 也是在千禧年的结尾 这个审判者 很明显是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的第七个审判 是那些不幸的 那些死的 那些不得救者 他们在这里得到了这个审判 在大白色宝座面前的审判 好 这个是第七个审判 因此看到这里 种种有七个不同的审判 第一个审判是在大战前 后面的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审判 是在大战结尾 在千禧年以前的那个审判 千禧年结束以后 有两个审判 所以加起来刚好有 前后有七个不同的审判 这个时代前千禧年的系统 是非常的细腻 所以这个心力本身 也有它的一个说服力 很多人会觉得说 哇 这个好清楚 把圣经上讲得那么清楚 每一个金融都好像 它一个归位的地方 因此我想这个部分 也是吸引很多人 来跟随 这时代前千禧年的这个系统 千禧年以后 有这个大审判以后 最后的这光景是什么呢 最后的光景就是 神要创这个新天新地 在那个时候看到 一切罪恶完全都被磨走 所以那时候没有罪恶 是新天新殿的一个情况 好 这个是跟大家做一个浏览 整个时代主义的末世论的架构跟心统 跟大家做一个轮廓上的介绍 嗯 没有呢 嗯 我就觉得她说 好 是什么呀 你找皂的心 Ein 我呢 我可以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